太短 因為愛妝不被愛的那一個人 才是第三者 你這個賤人 你怎麼被打 你又變得豬哥亮大哥 說啦 你這是小三啊 小三女啊 對 我本來想從裡面打 你一定會用力的彈出去 我想我要讓你沒有地方 才我給他一巴 一巴下去 我應該跟桃姐連手的 是 一連一邊 還是要重錄一段 來一下啦… 等一下再講一次 好啦 好厲害喔 你太用力了 不是 好厲害喔 兩邊力氣不太一樣 真的嗎 你有沒有覺得我對你這樣好 他很用力 還好 不是 我為什麼知道你很用力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感受到 你那一掌過來的震度 我嚇到了 我想你也太用力了吧 小三女 我有隔山 我有隔山打牛的這個功力 好 我們為了處罰KEN哥 來玩 破西瓜 破西瓜太好笑了啦 這算是太好笑 好笑喔 好笑喔 小老婆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是小三 三就是第三者的意思 YES 然後呢 因為這個我有個朋友 他到這個內地去工作 他說真的就聽到年輕女孩 在聚餐的時候就聊這樣 一邊補妝一邊說 我告訴你耶 沒有破壞不了的婚姻 沒有破壞不了的婚姻 今天這個話題呢 我們請來這幾位呢 當然都是我們這個 小三的好朋友囉 蛤 先來他們 首先第一位呢 是不是本身現在身兼這個 作家跟編劇 同時也曾經是痞子英雄的編劇喔 嗨 凱莉 凱莉請問在你編的這些劇本 或是一些這個著作裡面 有沒有關於小三的劇集 其實我覺得每一部 偶像劇裡面都有小三耶 因為我們通常 但願劇的寫法一定是 雙生雙蛋嘛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觀點的問題 其實那個女主角常常都是搶 女二的男主角 你看藍色的生子戀 那個宋慧喬鋪 就是搶 對 宋慧喬本來的那個 溫溫妻的位置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小三 是觀點的問題 可能就是大家說 誰先來後到 可是當他是女主角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他那邊 對 這個是觀點的問題 對 好 等一下一起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這幾位小三 是的 好 第二位呢 是我們兩星作家女王 歡迎她 嗨 女王請問一下現在的女生 是不是越來越敢承認自己是小三 像我們這一堆都大方的承認 對啊 我覺得這是社會的亂象耶 真的 蛤 那以前當小三 真的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絕對不會讓大家知道 然後現在都還滿高調的 對 對 就是很像 好像很理直氣壯 對啊 以前像我們 像我曾經也是差點當小三 蛤 對 就是我 被蒙在鼓裡 對 被蒙在鼓裡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男生要追我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所以呢 我就去找他的 我發現他有女朋友之後 我就去找他女朋友 妳找他女朋友 對啊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跟他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女朋友說 你男朋友跑來追我 漂亮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女朋友 連手把他甩了 很好 對 就是要這樣 那妳有跟那個女生在一起嗎 喂 妳有跟那個女生在一起嗎 喂 喂 我跟你講 剛剛講到社會的亂源 剛好今天我們把這亂源集中在一起 真的嗎 就坐在這邊 好 男人 三小男人 幹嘛 幹嘛轉頭 我們來問這些男大生 你自認為你是絕對忠心的情人 永遠都會一次只愛一個人嗎 圈插 你們很可愛的事情 可樂 你知道我們攝影棚下面 其實有挖一個洞 等一下會直接打開 陶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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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男大生進來準備的時候 他一個人在外面跟九個女 當時吃早餐 一個 九天仙女下班來 等一下 我們先看大家的牌子 全部都舉圈是不是 只有大飛最誠實了 好誠實 好 我們首先就把大飛 拖出去斬了 誠實 自首無罪 不好意思 斬錯了 可樂 你真的包袱重成這樣 沒有 我真的是一個 我真的其實是一個中性的情人 就是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我就是那種譬如說 只要有那種女朋友的時候 我都會對那個 就是其他的女生 不會有太大的 就是好感 騙了 騙了 瞬間插成一面 是真的 你沒有車速到車什麼時候 不過在這邊也要問問看女生 就是在這個三角戀情當中 妳的立場又是什麼呢 Momo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談戀愛之中 就是彼此都是 出軌那一方就是錯的 對啊 就是彼此都是相愛的 可是只要是出軌那一方 我覺得她就是自己本身有問題 不然當初為什麼就要在一起咧 那問題是 就是你出軌那就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所以才是 有出軌那一方就是有問題 出軌那一方是錯的 真的嗎 但是小可寫說 不可放過一個 這就對了 好強喔 大家開始排動了 我先講… 來 攝影師要進來了 要不然湊不到100個 麻煩一下 麻煩一下 好累 還用重浪音 真的嗎 小可 對啊 因為我是那種敢愛敢恨的人 對啊 那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愛上這個男人 他一開始當然也騙你 因為你這邊就是男友欺騙你 對啊 他就欺騙你說沒有啊 我單身 結果後來發現說 他有老婆 有小孩 你還是會跟他在一起 看他態度吧 如果他願意離婚的話 我還是願意繼續愛他 但是Vivi妳寫的是 男人 我覺得男人都是兩面人 就是他一定會只告訴你說 我是愛你的 我一定會跟他分手 我真的很愛你 對啊 然後可是他在正牌面前是跟他說 是他自己來糾纏我的 那個女人是他自己來靠近我的 你不要相信他之類的 可是你還是會相信 那個男人對你的那一面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就是見人說人話嘛 那你怎樣才會死心 如果你聽到他批評你的那一面 就是真的是要聽到他親口說吧 就是如果他真的親口跟我說 就是再也不要來找我了什麼的話 才會 親口告訴你啊 對啊 因為之前都是女方 就是都是女生自己來跟我講說 你趕快離開我男朋友之類 可是就覺得說 好啦 其實關於小商的話題呢 因為近來在網路上面可以說是非常的發燒 好啦 這個有網友整理的一些原因 我們來看幾下的特別 婚姻不滿足 找外面的伴侶讓自己開心嘛 然後有的是有錢有閒 大男人主義了之後 有錢什麼都可以辦到 或者是有一種是碾花惹草的 他本來就是以花花公子自居 然後建議事前 可樂 鬼迷心跳的 對啊 他猛然發現了這個夢幻對象 其實是別人 馬太 或是有一種 對啊 日久深情形的 就是工作應酬常見面 然後暈藥出感 小心 真的 我們都有代表耶 接下來是這種舊情復燃 就突然就想起舊情的時候好 小胖 對啊 對啊